另外美国媒体的报导也有说 近期中国南部军区空军抹布 已经完成第13批次的 歼16战机的交付了 好这个数字呢 预计在2024年年底 恐怕会突破400架 已经创下了世界纪录了 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八一飞行表演都要到埃及去 因为上一次的话埃及的空军总司令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可能埃及也可能想要买歼20 因为歼20的话大概应该是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跟巴铁 是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在航空这一方面技术输出 第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那现在可能第二顺位是埃及 埃及的话他是邀请他到 八一飞行表演队过去 我们知道埃及距离 他一定是这个八一飞行表演 从天津出发他的母基地在天津 天津出发他一定飞到西部战区 到新疆 因为新疆从新疆起飞到距离 飞到埃及7000公里 非常远要经过空中加油 所以航路的规划是要学问的 因为航路规划还要有空中加油 飞过去之后可能还有中际站 在那边人家休息一下 一天飞7000公里 对飞行表演是个负荷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歼16 歼16是他的三张王牌之一 一个歼20一个歼16 另外一个是轰20 那轰20的话现在在 已经快成熟阶段了 那现在的话这个歼16 常常到台湾附近在那边飞 那他这个已经要成熟了 那成熟的他将来这个是在 段次第4.5代战机 那可能你看已经创世界纪录 这他创世界纪录不是数量创世界纪录 是他的速度 对 他一直在出 因为中国是他是量产的速度非常快 生产线整个一条边 直接这样做 那一条边那整个这样一量产 这个叫交易速度之快的 而且另外一个歼20也是一条边 也是这样 他一年最快最快的时候 一年12个月可以产生 制造可以制造到最大量是150架 那你想想看他的这种速度 最重要是他的发动机克服了 然后生产线成熟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那加快速度 泰换飞机 把这个旧的 尤其旧的苏凯27 因为是像俄罗斯买的 要泰换掉 还有这个苏山洞要换掉 然后将来是什么 将来殲-17跟殲-11B配合殲-16 然后殲-16完毕之后 不要忘了还有殲-20 那殲-20的那上航母的殲-35 那要出口的殲-31 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配套措施 要逆中 逆中的话 殲-2你将来主力战机 将来的只要不是逆中战机 将来是殲-16的天下 也慢慢会取代 殲-17跟殲-11B的主力 那这样的话就知道 他的被人击种的单 逐渐有一种单一化 这样在后勤补给 还有维修补保的成本 都会降低 对中国大陆空军的这个 作为作业维持费来看 也可以降低 那他这样的话 造成一个在军事经济上的 报酬规模可以显现 继续来讨论一下 这个中非在南海的冲突跟争议 我们来看到 菲律宾正在中叶岛扩建军事设施 因此大陆的网媒就说 这项举动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要给日本 还有美国等等 这个外国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介入 打开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来看到中国海警 在今天下午所发布的最新消息 这个是8月25号菲律宾的这个3002号船 没有经过中国大陆政府的允许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渠岛先冰礁附近的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于菲律宾的船只 采取了管控措施 好下午呢2点12分左右 无视于中方的严正警告 是用不专业危险的方式 故意冲撞中方政查执法的海警 结果导致呢又发生了擦碰 这个责任是完全在飞方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来自于大陆的博主的报道 当然这个相关的这个媒体 还有这个不论是陆媒啦 还有这个国外的媒体 都还没有做的报道 这个是大陆的博主有说 六艘中国海警船 同时呢 向这个菲律宾的船只发射了水炮 这个部分问一下张将军 我们可以看说 原来菲律宾它是 我认为它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做国际宣传 你看它那船上面都有在记者 把这些菲律宾是受压迫者 受迫害者是被侵略者 是这样子诉求于国际 这样子的话 印度声援它 日本声援它 澳大利亚 澳洲声援它 可能到最后面变成印尼 它南边的印尼也要去声援它 那美国更不用讲了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 有美非共同协防条约 是这样 我认为它在做宣传 做国际舆论 做国际上的战略沟通 它是这一个 第二个 我认为它在做测试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反应 看激不激烈 因为它可能也要在铁线礁 这复制马德雷商号 直接因为铁线礁 距离菲律宾所控制的中叶岛 只有五公里而已 2.5海里 直接从中叶岛冲一个船 冲上铁线礁 铁线礁它是个沙洲 它是个沙洲 它是个沙 它不是那种礁盘 在南海 一个是沙洲 一个是礁盘 它是属于像仁爱礁 跟仙兵礁 那是礁 那是属于礁盘 那它是沙洲 直接冲一个船上去 所以刚好坐摊 又复制到 跟马德雷商号坐摊在仁爱礁是一样的 所以它测制中国大陆的反应 中国大陆反应还蛮激烈的 蛮积极的 让它没有办法在这边 可以从中再做一个复制 就有点点像在鲜兵礁 它不是一个船吗 半星的船准坐摊 在鲜兵礁上面吗 它也在搞铁线礁 中国大陆看了这一点 所以中国大陆反应是很积极的 第三个我要认为它要做牵制 为什么 你有这转移焦点 要不然的话 这个可以疏解到仙兵礁的压力 疏解到马德雷商号仁爱礁的压力 它做牵制 这边声东及西 这边点火 这边在这边转移焦点 我认为它在属于一个转移战略战术 跟牵制战术 让这个仙兵礁 还有仁爱礁 不要受那么多的压力 它转移到铁线礁 是这个样子 问一下亮哥 因为菲律宾正在这个 我先讲一下 补充一句话 你记录我昨天在这边有讲说 这个菲律宾这种海警船有两艘 然后昨天我在那边讲 这两艘会交互蹲跳 就是这艘7901号走了 下一艘就过来 今天真的动 今天又来另外一艘了 所以今天 大家知道不要看小看这个新闻 刚刚那个发布了 就代表说他们两艘船在那边交接 这7901号可能坐不住了 在那边被围了 食物不够要回去 另外一艘船过来 那这个海警船就过去冲它 不让它进来 所以说这是对菲律宾的影响很大 你没办法交互蹲跳来讲的话 你先明交就结束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